歡迎大家今天 我們就準時開始 歡迎大家進來參加今天的折舞 這是台灣每個禮拜五晚上最優質的頻道 大概討論的議題跟辯證 還有交流的這樣一個題目 每個禮拜五在這個地方都有很精彩的對話 感謝大家 今天絕對不是聽聽看而已 我們要一起來討論到底 我們如何讓年輕人看到台灣的未來 這個講者今天有沒有感覺到這個責任很重 我們要來討論說 怎麼樣讓大家都看到台灣的未來 那波緬說 我現在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第一次來折舞的請舉手一下 好棒 好多人第一次來 我們先借用大家的手給自己一個鼓勵好不好 好 好 那今天台灣民主的中年危機 中年危機這四個字 我們為什麼要想像中年危機 就好像說 我們這些年輕人搞過血液的熱血 到了中年以後 稍微保守了 稍微有一點 有一點感覺起來好像該有的都有了 然後就有一點 不知道要爭什麼了 那民主的中年危機是什麼 其實今天有參加韜的請舉手 就有聽我在講鼓 就是說 我大概是1992年來台灣念書 那是台灣滿重要的一年 1992年是所謂的民國建年 81年 對不對 那年台灣發生很重要的事情 是什麼事情 知道嗎 你知道嗎 五萬多塔沒有啦 我剛剛會壞了 我已經民視了 我已經暗示了 我已經暗示了 民視答案了 九二沒有共識 對不對 而且兩個 對不起 我沒有任何年輕起事 一個資本家去談 說你共識 中國勞工 運動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從我的腳步去看 在股政府嗎 什麼 什麼 耶..也きた 很晚了 不可以 1992年 我剛剛已經民視了 就是我來台灣 開 Brand 哇 開了笑 不是 絕對不是如此 1992年 吃中華民國第二屆立老人選 Spa 會不會在前面改選 你往前推 為什麼會有 1992年的國會前面改選 1991年的三月血域 1991年修憲 如果這個寡共人 对不起 我忘记我中国的国家 我昨年会讲台译 我这外国人都对台湾的脉络 还是有点了解 1992年我对国会的前面改选 照理来讲 我们的民主还有年纪呢 1994年北欧两次在选举 台湾省选举 1996年总统有大选呢 照理来讲 我们的民主还很年轻 那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民主中年危机的 好像该要的都要到了 该真的都真到了 然后该有点往保守或者其他的方向 那今天的讲者阵容非常的坚强 我们先介绍一下讲者 第一个是夏运恒 他是台大政治系的博士 大家感谢 太后一会有两位是宇潘 宇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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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宇潘是何晨辉先生 他是台湾战略模拟学会的研究员 那当然等一下还有一个去传单到 送台湾总部民主平台的理事 那我想时间有限 大家也很想知道说 我们今天要怎么来谈这件事情 绝对不只是谈 绝对不只是听 绝对不只是想说 听听看今天两位讲者的道歉 而是说 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 去解决这个问题 去让台湾的民主 让台湾的社会是看到希望的 那我就先请 宇潘来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应验 好 那个 好 那个大家好 那个 刚刚介绍的时候 有人听到说这个台湾是专家 那我首先要说 关于这个主题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这个主题是 呃 非常有 有点诡异 因为 其实大概在4年前2014年 或者说2013年的时候 其实大家 包括全球而知世界 呃 政治学界 其实都没有预想到 都没有想到说 4年后可能会大家要出于这个问题 叫做 全球民主的中年危机 所以说 呃 专家不一定就是比较保 而且专家的预测可能通常都是错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我会说大家在这里谈这个问题 谈这个 所谓的中年危机 其实民主的中年危机 他有点违异而是说 因为其实不过就是在前几年而已 其实整个世界他是经历了一个 呃 风起云涌的一个 人民的自主的反抗运动 那其实台湾也没有在这个 运动当 在这个全球浪潮当中 呃 缺食这样 比如说 在先进民主国家 欧美各地其实都有各种 规模程度不一的战友运动 然后 在阿拉伯世界 那个 青年从那个同利西亚开始 反抗 走上街头 最后变成了这个 影响整个中东的阿拉伯之春 那同样的东亚人民 包括台湾 包括香港 香港的雨伞运动 台湾的太阳滑运动 其实也呼应的是 整个全球人民的草跟抵抗 可是 大概从2016年开始 你们会发现 前面那一波 这个 基本上是 就是 这些人民反抗运动 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第一个它没有具体的诉求 然后第二个 可以说它是一种 好像是纯粹展现人民的这个 纯粹的意志的这个反抗运动 大概在2016年左右 它进入了一个层级 然后 全球民主政治的进程 进入一个暗夜不清的 一个诡异的状态 阿拉伯之春 其实没有像当年的布拉伯之春 为这个共产党铁幕的民主化 要开序幕 然后穆斯林国家呢 基本上还是生活在 这个专制威权的政治之下 然后中东的动荡 导致了这个伊斯兰国 然后 大局逃难到这个 欧洲的这个难民 现在变成 欧洲极右翼政党的 选票集团期 然后在这个先进的民主国家 我们会看到那个状况是说 其实欧美各地的这些 那种占领律动 它其实没有成为 进步政党的族壮的养分 那你从这个英国的脱欧 川普的当选 然后法国社会党的分崩瓦解 你会看到一个在欧洲社会 在欧美社会前所未有的现象 就是曾经是传统独一政党 或者说进步政党忠实支持者的 这个劳动人力 那个包括说龙林云木产业 包括制造业 现在都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 就是他们大举的向右翼的民粹政党靠来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欧洲社会前所未有的现象 那其实台湾也没有在这个 2016年以后的这个潮流当中脱身 因为第一个我们有时候怀疑说过去这几年这种人民反抗恶动运动 到底有没有留下什么具体 能够到目前为止还能够影响属制的力量 这一点其实是存疑的 然后第二个曾经环节起来 然后一起携手前进的这个进步政治的议程 还有这个劳动大众人民 现在好像逼你分手 其实这些都是台湾目前遇到的状况 然后对于全球两个最大的非民主国家 就是俄罗斯跟中国 其实整个西方知识界也出现巨大的误判 本来那个以俄罗斯的状况来说 本来大家觉得普丁只是一个过渡的现象 他这个强人政治大概他的末期结束 他的任期结束以后就会结束了 要没有想到这个俄罗斯的状况是普丁就是说 他总统只能做两个马 他总统当完以后 他扶植了一个自己人上去 那个人在任命他当主力 他等到那个人做完一类以后 他又出来选择一个马 有没有发现说 他可以用这种实识化政治体制 这些规定继续延续他成为政治的影响力 这是俄罗斯的状况 而且俄罗斯是一个 那个西方世界基本上是一个 对这个国家其实从而误判了 但其实俄罗斯的名字也 不太知道他们到底他们国家到底还算是民主 是是民主 像这个俄国的 波兰裔的俄国作家 这个波兰契夫他也化了又去了 他说俄罗斯是一个让人家猜不透的政治体制 那个莫斯科感觉早上像是寡头政体 下午像是民主政体 晚餐的时候他变成君主政体 睡觉前我又觉得他好像是极权政体 俄罗斯是一个让人家如此猜不透的政体 那来到中国 其实虽然西方 他说这世界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前景还是不太看好 可是那时候是普遍期待说 这个成长于文革时期的这个第五代领导人 他们可以延续以前这个服务体制的 软性威权的基调 可是2018年 现在证明2018年其实是中国的那个习近平元年 那这一年中国人大废职的国家主席人任限制 不只是宣告那个习近平登基 同时也本顺西方知识界对中国的幻想 这些都是从最近这两年来 西方知识界的一些误判或者是说反思 那其实这整个目前全球民主的进程 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有一个学者叫Samuel Huntington 他以前有个说法 他说20世纪以来全球民主总共出现 三次的民主化浪潮 那每一次的浪潮他都是有一个 最后都会有一个退潮的现象 但是即使如此他还是维持一个 有点像是说我走两步退一步 然后这样缓慢前进的速度 三波的民主化大概都有这个现象 所以说那现在这个全球民主的现状 不太能够说是民主化的退潮 因为你从账面层次 二十秒 那你从一些账面上面的等级数据来看 其实整个民主政体 它没有出现实质的退潮现象 比如说全球民主国家的数量 就没有实质的减少 可是这个东西就意味着 它意味着全球民主 它现在正在维持现状吗 好像大家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如果一个国家选出来的人 是川普还是柯林顿 完全没有任何的差别吗 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问自己 你说高雄市长选出了韩国瑜 跟选出了秦时代 选出秦时代 选出秦时代可能有点无聊 选出韩国瑜 或者是说不要说特定政治很坏 我的意思就是说 看起来它很像是一个选举竞争的结果 但是它真的没有差别 然后第二个 比如说这个法国的这个民族阵线 它从过去它是一个很边缘的右派小党 它现在变成一个主流政党 这个东西是代翼政治当中 政党正常竞争 导致出来的现象 好像也怪怪的 所以说 变成任何关注全球民主命运的人 基本上都不会太乐观的觉得说 全球民主它正在维持现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很多人会用民粹主义 刚刚有来宾有提到 有用民粹主义来解释说 这好像是对民主政治体制的逆袭 来描述现在人论前的状况 可是这个说法我个人会抱歉 会有一点疑问 因为如果说我们把民粹理解成 人民用在非体制的方式集结 然后来冲击这个制度 那么 2016年以来的这个状况 其实是完全称不上民粹 它没有比早前几年的那些占领运动 或者是阿拉伯的村 更民粹 这是第一个 而第二个 它也没有比20多年前 那个时候 那个输引瓦解 那时候东方人民瓦解共产体制 更民粹 这是目前全球民主政治里面 第二个诡异之处 它完完全全是依据民主体制内的游戏规则 然后 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 胜出的这些 我们所谓的非典型的这些政治人物 不管是这个美国的川普 或者是说法国的这个老公 或者是说这个 刚刚讲韩国瑜 他们都没有表现出反对民主的态度 他们也没有主张要摧毁民主 或者是说民主不好 你不要用它 甚至他们都很大方的赞赏 赞养这样的民主 所以说下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把它理解成民主的退潮 也不能把它理解成民粹的逆袭 那我们要怎么样理解这个 现在这个看起来很诡异的 民主的政治的现状 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叫 民主的中年危机 那这个说法来自于 英国的政治水平 这个David Langeman 的一个主张 那 去年 这是他去年出版的 那个 去年出版的两本关于民主的书 其实这两个主题 这个名字很像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就是 一个是代 一个是and 然后呢 那个偶面设计 重点是他们还是不同的出版社 那其实台湾 台湾出版也有很多眼光 所以这两本书都 应该是 今年初都翻成了中文 提出这个 民主正在进入中年危机的 是这一本 中文麻烦一整 民主会怎么结束 这本是 这本是David Langeman 的著作 然后另外一本 这本书是比较有名 因为有一个坏的定员 把他们和韩国民摆在一起 就把我们万间去说消灭大政 对 但其实 我个人是 因为这本书主要讲的是美国政治 所以说 对 所以说 所以说 这 这两本书都有共同的主题 就是说 他们都觉得说 民主是怎么样 不能说完蛋 就是说终结 或者是说 死亡 那带这个词是比较强烈 可是 其实他所要传达的 这两本书所要传达的 这个意志 大概是一样的 比如说 民主现在已经 现在这个民主政治的状况 应该以前不一样 他有新的现象 新的挑战 他不是以前那个样子 那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东西 到底是 新的挑战 新的现象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出回应 像那个Langeman 在书里面 他有说一句话 他说 民主现在正在经历一场中年危机 如果我们假定研究年轻人的行为 就可以理解中年危机 这是大错特错 什么是民主的中年危机 他只剩两件事情 第一个他描述一个现象 就是说 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运作 已经非常稳定 可以承受 稳定到他可以承受各种冲击 各种韧性的冲击 不管是再韧性的冲击 我们都可以再下次投票 在四年后把它矫正过来 这个现象就好像是说 事业有成的中年男子 他在生活稳定之后 然后觉得日子一成不变 有点无聊 想做点刺激的事情 可是这个刺激的事情 又不想要引起这个全面性的大改变 所以说最常见的现象是 就是年轻时候不敢做的一些奢侈消费 比如说像我爸他前几年买了一台很大的修理车 我问他说 那家里又没有人要跟你出去交友 你买修理车干嘛 孩子都大了都在外面生活 那家里就远 而且那是七人坐的修理车 你买那个七人坐的修理车要干嘛 而且重点是他买的话 不敢开一个新车 所以他骑着旧摩托车去上班 然后这个很新的修理车就买在家里 这就是中年男子到了某一个年纪时候 就是他觉得很爽 玩得起 而且这东西又觉得 以前年纪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 我买一台大的修理车柜 我代款还没付完啊 我家里要小孩要上学啊 什么什么样的 缴学费啊 不要去做这些奢侈的消费 可是他现在年纪大了 又还玩得起 他就玩 然后这些东西他就 又觉得说他不可以讲到他 现在的这个生活 这就是民主真的是现在的现况 就是我有时候看到台面上一些 政治人物的政党 他会觉得好无聊好无聊 然后 这个背后的心态就是说我承受了其冲击 他又不会影响原本的生活 然后 所以说这个 这个说法我觉得还蛮精确的瞭准 现在西方国家很多选民的一个心态 就是觉得说 这些台面上的那些政党的 传统政党的政治人物啊 都无聊无趣啊 他都死 然后现在出现了一个 好像很有趣的一个 非典型政治溯源 然后看着他 嘲讽这个 这个主流政党 都是密室正式啊 都在阴谋算计啊 然后他毫无顾忌的嬉笑辱骂 他当然选民就觉得很痛快 然后就会产生一种 干脆投给他 反正四年 反正不行 我们四年后还会再投一次 就是一种 现象就是一种 觉得老子玩得起 我们的民主政治非常的稳定 推金的起 这样的冲击 这是第一个 那其实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现象 其实代义民主本身 他就有一个基因 就是说会让这些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崛起 我们大家看川普 我们大家看一个 有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前90年代的这个 前意大利总理 这个人很有趣 第一个他跟郭台铭一样 是个大富豪 第二个他跟郭忠亮一样 喜欢买球队 那是AC米兰足球队的老板 第三个他跟蔡衍玟一样 他还有一个媒体集团 然后他的媒体王谷就是 都在讲他的好话 这个人比科文更没有性别 他比某市长更没有性别意识 他会公然说 又派女艺员的素质不偏还是好 不可能派女艺员 然后他会公然对这个女性公众人物说 我觉得你好漂亮 如果我没有结婚的话 我一定会马上娶你 带你浪迹天来 做这种公然把妹 公然聊妹的事情 对 他被拍到跟一群裸女在害怕 然后他完全不以为意 他说这个 回头指责这些媒体 在干预他的私人生活 他的很多公开谈话都非常的无知 比如说他用意大利宪法的敏感 来自苏维埃宪法 然后他有一些公开发言 让人民觉得非常的痛快 他说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够来意大利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会吃我们的小孩 对 但是他是意大利战后执政最久的总理 吕拜吕战 然后又吕战吕胜 从1994年到1995年 2001年到2006年 2008年到2011年三度执政 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 意大利人看到川普 会觉得根本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选过更夸张的人 韩国语那个就 对 所以说你像这个意大利的状况 他模仿程度上反映了民主政治的长处 就是说一两个民粹型领导人 或者说一两个民粹型的政治人 其实不会对体制造成巨大的冲击 不会发生那种投票一时爽 全国舞上场的现象 人民可以反顾的透过这个选举 让他上台让他下台 你看他三次担任总理 可是现在的民主政治的进程里面 有两个长期的趋势 会让这种非常态的现象变成常态 甚至影响整个民主政治的一致 那第一个长期趋势是 民主国家的人民 对于政府议会的信任程度 是越来越低的 然后对于政党的忠诚度 也是急剧在下降的 也就是说这个了解 这个现象是说 这个现象有点了解 一方面人民越来越不信任那种建制的这种 这种政党国会政府 越来越不相信 可是很相信他们四年才能投一次的选票 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造成的现象就是说 就是说民主国家的选票的转移其实非常剧烈 我举个例子 1992年当时的柯林顿他可以赢得 大多数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的选票 到了2016年同样的这群人 大多数人全部被害的民主党 然后这一些2016年支持川普的选票当中 其实有数百万人他们在2008年他们是支持欧巴马 所以说这种政党忠诚越来越低 然后人民对于那种建制的自治力量越来越不信任的这个状况 就导致了这种结果 那这个东西它跟另外一个现象也是相互相成的 就是政党开始越来越不愿意去经营基层群众 然后两个人是有相互恶化 比如说像在欧洲的左翼政党 他们越来越脱离基层 然后他们现在开始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用媒体的包装 用神像的打造 美国有一个学者他说这个东西叫做 Ruling the war 就是那个空 好像那个叫什么 台湾话大概叫空气票 就是他迷信那个空气票 所以说这些现在就是指说这些传统的 欧洲这些传统的左翼政党 越来越迷信和空抓要 抓空气票 越来越不想要在基层 原本的基层去经营群众 那其实在2016年川普当选之后 美国的 其实他们对于这个 跟我们对一二四的那个震撼点 是一样的 甚至是更大 那其实整个美国自由派发生了 一场很激烈的 很激烈不变论 那比较保守的这个自由派的人士 他们就会主张说 这个民主党整个就是被这些 进步政治的议程绑架 他们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东西叫做 认同政治 或者叫身份政治 这些认同政治 身份认证议程是指种族 种族问题 黑人的问题 然后同性恋 然后其实跟台湾有点类似 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 这个 比较保守的这个自由派学者 叫马可米拉 他就认为说民主党投注了太多心力 在这种认同政治的进步议程 可是 导致整个民主党他是跟 基层的这个农工选民是完全疏离的 可是这些选票后来变成了 川普翻转美国的本情 就是 很多美国比较保守的自由派 他们对于 那一场都2016年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很结果的一个抗争 但是有另外一边这个比较进步的自由派 他们就反对这个说法 像有一个学 有一个蛮有名的台湾 《时报》出了一系列 《班尔塔尼》一系列的出 这个《Narone Client》 他就反对这个说法 他说 你 我们在谈这个人民的整合 或者是说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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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的这个 进步势力的结盟的时候 他的前提不是叫那些最弱势的人闭嘴 你们不要讲你们要我的东西 然后把这个身份政治的议题 或者说把这个认同政治的议题 跟这个经济阶级的议题 对立起来 这个东西本身 它是一个很危险的短视的想法 那他认为说整个为什么那个 克里顿或者说 奥巴马克里顿那个路线 为什么输给川普 原因就是在于说 这个奥巴马克里顿 他们这个进步路线 完全是口碑不死的 克里顿支持婚姻民权 支持痘态权力支持跨性别厕所 可是对于各种其他挑战 新自由主义教条的政策 比如说居住权力 免费健保 重新分配所的这类的政策 基本上民主党是完全没有任何回应的 那其实整个 奥巴马主政八年来的美国 他的状况变成就是一种说 美国的上层 他感觉好像越来越包容 越来越多远 上层就是说这个 这个好莱坞 那些上层社会的女性 他感觉起来好像越来越包容 越来越多远 可是有更多的移民被大规模驱逐 然后黑人跟白人的屏幕差距 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说这反映在柯林顿整个竞选 当时他在选2016年的时候 一个最大的问题 比如说你身份政治 或者说认同政治的理念 是没有办法具体落实到 现实政治的这个政策上面 就是因为你就知道你口碑不死 其实才会让你进步的理念 没有办法团结人民 结果尽管回顾这个 2016年后这个 自由派内部的这种路边 其实有点像这个1.124之后 大干队 蔡英勇洋 或者说对民进党也好的 你觉得你这个 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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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这种 类似像是统坤啊 这种议题实际是冲得太过了 或者是说 有些人觉得说 你就是那个议题做的不够就是 只有口碑不死 所以才导致这个结果 所以说 这是第一个趋势 你就是说 选民对整个建制政治力量 基本上是不信任 那现在已经恶化成 左派政党跟基层民众的疏离 然后 进步的政治议程 跟现实政治经济的议程 也同样相互疏离 所以欧洲的极左派政党 基本上是进来收割 这些 以前 欧洲的这个极右派政党 是进来收割了这些选票之后 他才开始成长 就是这个法国的这个民族阵线 他们现在 非常有趣 他们现在声称 他们是跟老狐大众站在一起 那其实欧洲有一官 我觉得这段话非常有趣 他又说 他在讲 为什么这些 这些以前支持 社会党 支持共产党的 法国的这些 这些这个底层人民 他们为什么后来 会选择民族阵 我觉得这个说法蛮有趣 我念给大家听 他说 我相信投票支持民族阵线的原因 肯定是因为工人阶级相信 这是他们捍卫他们集体认同的最终手段 特别是他们的尊严被那些曾经 声称要做他们代表 声称要捍卫他们尊严的人所践踏 这其实是一个 整个欧洲 这个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种 这个 这个 老狐大众 他最后会选择 反而去选择一个极右派政党 一个现象 这是为什么民主基督中联维界的第一个趋势 那第二个趋势是 民主借由旗帜内改革 让全民共享民主福利的这个 宏利的这个活力 其实他是逐步的在消退的 我们说民主他现在进入一个中年 那我们想想他以前在青年跟壮年的时候 其实他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有很多的政治议程 当时都是需要去奋斗 比如说19世纪的时候有农历的问题 20世纪初起有这个女性投票权的问题 然后20世纪初还有这个劳动者 要在这个体制内要对他有一个基本保障的 这个基本权利的问题 然后民主到了这个壮年时期 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对手 法西斯主义 共产主义 民主政治必须要相信 要证明他能够比这些对手更优越 让全世界人民知道说 人民在民主国家可以过得好 又有尊严 那就像我们在壮年时期的时候 就有一些雄心壮志 要去成就一些事情 然后当时的这个民主 民主壮年时期的这个民主 他手上有很多的政策工具 他可以去整合不同的阶级 整合不同立场 比如说像罗斯福的新政 在1944年的国情滋文里面 他列举了各种以前从外没有听过的社会权利 现在他会觉得说 那不是基本嘛 比如说基本生计 住宅 医疗 教育等等这些 那个东西可以称作民主在壮年时期的权利法案 然后占生总统在任内通过了投票权法案 跟公民权法案 从此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措施 不再得到法律的依据 所有的美国人都可以不分 种族纳入民邦权利法案的保护 整个壮年时期的民主 他基本上积极进取又锐进 然后他也知道说 其实民主不是只有你四年投一支票叫民主 从整个1945年开始 其实整个民主他是走进社会的各种体制 有各种民主克责的独立机制 然后还有培养公民意识的非官方组织 都在全球诞生 所以说其实整个1945年开始 他整个全球民主的状况是一种重生薰华的状态 那这些有学者统计说这一类的官方与非官方 对民主政治有正面作用的这种组织跟制度 大概有上凡组织多 各种形式各种样态 比如说各种国际NGO 国际法庭这些组织 然后有各种的这个网络请愿联组 烛光纪念和平抗争这些活动 还有这个民主咖啡民主俱乐部 或者是说像是我们哲午这种民间活动 然后正式的部门里面有类似像独立的审查调查机构 然后这个转型正义调查这类的组织 这一些民主的这种机制 他怎么讲分子化 然后他明明的交织在战后民主国家的公共生活 其实这是战情两次战情的民主国家人民 他没有办法想象 然后他也单身了一群就是说 对民主政治的要求 对苛刻的公民老师觉得 可能像在座各位礼拜会晚上 我觉得很皮革 爱着我 对这种对民主政治非常苛刻的这种公民 就是说老师觉得这个执政者做的够多 做的够好 还可以做的更多 那其实步入中年的民主他遇到了一个困境 就是说一方面他体制内的工具 基本上好像能用的都已经用过了 所以说中年的民主就像中年男子一样 老婆没有新法系 然后另外一方面好像也没有一个 现在的这个中年的民主好像也没有一个 可以号召整个社会大家一直前进的一个大政治的议程 所有的进步的议题 进步的政治议程都被零碎化 然后好像都只跟特定的族群有关 然后最后这个民主这个 步入中年的这个民主他又对于跟这些这种 公民社会当中那种这种 这种促进民主的这种组织 做更紧密的连结这件事情 就好像又是有点异性难删这样 所以说这变成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所有不管是台湾 还是全球系都是 所有的建制派政治人物都会把改革挂在嘴边 可是你说到底要改革什么 大家要说清楚 我认为改革是我们这个世代最空洞的政治词汇 他就像中年男子的嘴炮一样 一切都可以嘴炮 又什么都没有办法做 又什么都不做 对 那刚刚包括这个主持人那个 孙大哥 孙大哥有提到说台湾的民主好像还很年轻 现在怎么可以叫中年 我觉得在这个全球民主中年危机当中 台湾的命运其实非常特殊 台湾的处境 有点像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 对德国命运的描述 他说德国嘛 他就说德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德国跟其他各国一起经历了复辟 可是没有一起经历革命 而我们德国之所以经历复辟 首先是因为其他国家勇敢的进行革命 其次是因为其他国家受到 反革命势力的危害 台湾的命运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没有跟着世界各国一起经历民主 壮年时期的积极锐进 可是却一起来到了民主的中年 过去 在座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年轻 其实可能对这个没有理解 就是说台湾其实曾经是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典范 为什么说要是典范 因为不像当时东欧的前共产国家 基本上都是通过暴力跟流血 来实现民主转型 台湾的状况是它实现了和平的民主过渡 好像有些东西好像自然而来 它就产生了 其实过程当中没有什么巨大的冲突 或者说巨大的流血 可是当时我们在民主 因为为了要这个和平转型 民主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妥协了这个党国体制 威权心态 地方态系 以及劳动体制迫切需要的改革 现在全部变成深化民主的障碍 到了今天台湾人民痛苦的发现 曾经让我们自豪的分期付款式民主 二十多年后不只本金还不完 而且利息还越来越重 分期付款式民主是当时国际社会 或者是说政治学界对于台湾民主的描述 就是说我们能分期付款的方式 避免的在转型过程当中会遭遇巨大的震痛 对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 其实分期付款 但是又是配置还不完这样子 那其实 今天我们谈这个台湾民主的中年危机 其实西方学者基本上 不管是我们今天提到的那两位选 三位选择 他们对民主政治其实 还是可以依然是很乐观 因为他们觉得说 其实民主体制正在中年危机 可是人民基本上是没有选择 还是将就将就 所以说这个中年民主在 其实说这个民主进入中年危机的意思就是说 民主是衰死犹生 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可能没有这么乐观 因为我们都很担心下一次选举 是不是台湾最唯一场选举这样 所以说有人觉得 西方学者的这些乐观 有时候对 对台湾人民对台湾人来说有点 真的就是乐观乐观太乐观 我先分享到这边 那接下来就交给这个 好 接下来 这个是大师哥很恶心 大师哥来继续的一谈 我想说刚刚听 那边有一个乐观太多小说 好像结论是一个跟这乐观太多 哈哈哈哈 要一下我事情 不然那个福利古人就成了大师哥 但是声明我会给头痛 那好 其实我觉得跟我 我那个就是追随的那个 愈合的那个刚刚的说法 然后我们往下推展 基本上 但是它在开展之前 我必须这样说 就是那个在 就上次这些年代的 那个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中 我们刚好 看到那个那段时间 在那段时间的时候 我们确实 确实 那时候是我们的 好像会 孤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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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 就是 就是 我那时候进入大学 在那个时候 建成了所谓的 约白河运动 以及当时戒延之后的 那个民主运动 台湾民主运动的那个通缉 那当然 当时台湾被人家称作 是一个 散事会的民进抵运 可是其实我们当时 其实一直都一直 都一直 这样的疑惑 其實都應該過出一個揣傳不完 就是說這樣的所謂的寧靜革命 事實上是我們以寧靜革命為自豪 因為我們沒有留學 不應該說我喜歡留學 而是今天不付出代價 或是說我們沒有付出代價 讓我們覺得民主自由這些價值 是天上掉下來的這個民主制度 會不會有一天你必須要 終究一定要付出這個代價 就像剛剛有的講 我們在分期付款 而且這個利息還不完 我們其實就像我們的房貸 那個很悲哀的房貸 房貸現在據說已經發展到 不止是30年房貸 40年房貸 現在已經聽說有銀行 所以要推出代代相傳 你還不完換你下一代的話 那這個其實 會不會民主制度也走到這樣過程 其實我們在過去的成長過程中 也會一直對這件事傳遣不完 我們在那一個年代的進入大學 特別是法政相關科系的同學裡面 其實我相信絕大部分 那時候絕大部分 我們所受的教育是 我們相信民主的價值 我們相信民主的自由的價值 於是我們的老師常常問我們一件事情 或是說常常要我們當作一個 個人自行的功課 就是說問問你們自己 今天所學的這些民主自由的價值 有沒有成為內瓜 成為內心的價值 乃至於你的信仰 甚至成為你的信守 我可以這樣說 也許在我們那一代 或是說至少 至少對我自我的期許來講 是個我自認自己是一個民主自由價值的信仰 基本上對我來講 這是不可交換的 那個對某市長 一樣是某市長曾經說過 不可交換的東西就叫什麼 就是你的核心價值 不過他好像他的核心價值好像是可以交換的 我就不知道了 那基本上 基本上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在整個成長 求學成長的歷程 到包括出國 包括工作 包括現在 對我們來講 民主自由價值始終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對我們來講 失去它又猶如失去生命 一樣的重大危機感 可是我們開始 環顧四周 環顧台灣的周邊 或是我們自己的周長 我們會發現說 民主自由真的是對很多人來講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對他們來講 只不過是一個 只不過是一個什麼 就是說 順手而得 隨手而得的好處 而這個東西呢 反正半來我也沒有去爭取 丟掉也不可惜 不像其他的國家 我是因為透過鮮血 鮮血基地的國所打造出來的 所以我不可交換 你要跟我 你要我走 我跟妳拼命 對很多國家的人民是這樣子 特別是像美國 這樣的人好派民主國家 因為他們是從鮮血 裂過空成長出來的 那台灣的 台灣的市場 有一天 睜開眼睛 之前你是專制獨裁國家 今天你是民主自由國家 這某種程度來講 就是某種笑話 可是對我們來講 從我們那時候開始以後的所有台灣的人民 基本上是在這樣的空氣 在這樣的自由民主的空氣裡面所存在的 那在這樣的成長中 其實我們已經變成智力所堂的 也許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珍視的價值 到了我們 可能小五十歲的 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是野白 但是他們仍然很相信一件事 民主自由這個價值是他們本來就應該有的 就好像他們的天賦跟權一樣 所以才會有錢 之前有人說天然獨 其實我覺得那不叫天然獨 那獨是一個必須要經過覺醒 而經過抉擇的價值 那其實是什麼 其實它是天然的台式 那就是當時 台灣所生長的台灣的環境裡面 一種民主自由價值的東西 這個才是真實的描述 所以他們有下一波的 當他們警覺到 可能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 會失去的時候 他們當然會躁動 當然會反抗 這也許是台灣式的民主 民主發展中的歷程中的教育 所以我們 就如剛剛有講的 其實我們也沒有清楚 在民主的萌芽 萌芽也好 青壯營時期後 我們並未參與 當全球在風景運用的時候 當全球在六八的風潮的時候 台灣是超穩定的結構 甚至完全沒有聽聞過這件事情 我們是透過歷史的學習 才知道六八的 也就是說我們是透過過去的 也許很串摩 這個過去民主的成長性 那我們 可是當我們開始 真正的好像在操作 真正的操作 稍微對於民主自由的價值 已經成為一個正常的生活方式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我們有太多東西要去補課 我們不知道是 民主自由的在理本身是什麼 是一個國主的想像 裡面有一個國主的想像 底下你什麼樣的民主自由 你在公司裡面 你在公司裡面不會跟你談民主自由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的價值是侵略的 因為它裡面的價值是侵略的 它對它來講 這是一個金錢幾乎的玩意 那這個是一個 對你的剩餘的勞動價值 效果的概念 可是民主自由價值 在正常的國家裡面 它是一個 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 建立彼此關係的基礎 所以對我們這一代的人來講 這個民主的價值是一個基石 可是這個基石本身 我們很擔心的一點是 我們認為基石 我們始終難以相信一件事情 或是我們始終擔心一件事情 說周遭人是否跟我們一樣的真實 所以我們最大的交易 其實剛剛玉和講的一句話是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 講到很多人的教練 就是投票一失損 全國果葬場 所以大家最害怕的這件事是正發展 這件事情只是起人憂天嗎 可是對全球所有的 對全球的民主國家裡面 其實從20世紀 跨了21世紀之後 他們越來越擔心這件事情 不再是我們的起人憂天 或虛幻的想像 而是我們發現民主的 民主是有它的脆弱性的 民主自由保證的開放 是開放和價值的都源 但是正因為它開放的價值都源 它可以成為摧毀民主 民主制度的最好的路徑 或是它要成長的一個路徑 這是為什麼許多人急遇期待 撼毀民主的 某種程度來講 2016年 借回來剛像玉和講的 2016年的非常大黑天鵝 所謂兩大黑天鵝事件 所謂 為什麼用所謂 因為我認為其實根本不是什麼黑天鵝 因為它本身早有脈絡可循 我不認為它是黑天鵝的原因 是因為它早有脈絡可循 只是許多人選擇適合不見 是哪兩大黑天鵝呢 第一個是英國脫歐 第二個呢 川普當選 對很多人來講 這叫黑天鵝 可是如果各位去看看 為什麼 或說黑天鵝是怎麼長出來的 或說黑天鵝是怎麼誕生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仍然是對於 我們這個民主國家 集體對於這個共同所信守價值的 失缺的危機 和焦慮感 英國的投偶裡面最大的誘發的原因 固然表面上是所謂的移民危機 更大的部分是 他們認為 這一些在進步議題以後的 背後的最大的危機 是進來的這些多元價值之後 本身是否對民主自由 是一種跟他們有一個 至少是最基本的民主自由的公式 出目存在 對不對 你要知道 我們認為價值要多元 沒錯 價值多元的前提是 他會認為說 你們對我們的負擔 是否是一個理所當然的想像 這個東西 當然你可以說這是一個欠缺溝通 缺乏對話所造成的誤解 或是跟緊張關係 可是現實的是 這樣的緊張已經危機到 他們原本可以認為 民主自由的多元對話 可以讓他們讓社會穩定的 維持這個社會的一種 雖然重生喧嘩 但是穩定安全的環境 遺跡不能坐在 譬如說像德國的難民為止之後 那德國當初率先 張開雙臂 然後願意 首先就去接納80萬 80萬的難民 你要知道80萬對於 德國是87萬人口 那等於是每100人你要接受 你要接受一位難民 這個對原來的 他本來不是沒有其他的移民 他是有移民的社會 德國早就已經不是 像我們過去想的 全部都是雅雅民主 早就不是 德國各大政黨 不管從左到右的政黨 其實都有所謂的非已經 就是說他副組隊 無事得益的 的從政的問題 其實是最保守的 從某些我們傳統的意義上 認為保守的部分 甚至都已經成長了政治問題 可是在這樣的傾向 可是這樣的傾向 好像人家人不夠 而更開放的社會中 事實上反而欠缺對方 因為這些難民進來 他對他們來講 這些作為難民表象的移民 對他們來講 其實可能沒有價值上的構思 甚至是對他們價值的否定 彼此有這樣的懷疑的底下 這個造成了整個社會的衝突 衝突的基礎 那也造成了這個不安 同樣道理 2016年年川普的當選 為什麼傳統鐵修袋 那個美國的鐵修袋的 勞工的民主黨票全部崩潰 你要知道2016年那場選警局 民主黨的其他人 是在鐵票帶的各州 在最後階段的時候 你知道他要去過幾次嗎 各位你知道嗎 大家猜猜看 他一次都沒有去 其他人一次都沒去 一次都沒有去 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鐵票 鐵票嘛 鐵票我幹嘛 幹嘛浪費時間 我當然要去 鞏固搖擺州啊 對啊 當然要鞏固搖擺州啊 對啊 可是到最後開出票來 為什麼臉都綠了 很簡單啊 因為你的鐵票全部升起來 我全部翻盤啊 那就不要講搖擺州啦 所以有的人認為說 其實我認為在講同俄門也好 或者是在講說川普什麼 什麼挑剖民主主也好 我覺得這個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已經都只是極世上之為的關係 因為那並不是真正 真正民主才是陷入危機的問題 而是剛 剛向遇合的時候講的 建制 建制派 或者說對他們來講 建制 他們都用建制派這個語言 實際上說 既有已經穩定的那個建制結構 其實已經無法讓很多的民眾安心 或者說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學得他們的新政 過去你許諾要照顧 民主黨為什麼那邊 以前是鐵標學 因為民主黨自許為勞工的代理者 當年他那麼說 所以以前工會已經投給民眾黨 工會黨一票都拿不到 對不對 所以他們不需要啊 以前當然不需要去那邊 其他人的判斷並沒有錯啊 坦白說這是一個理性抉擇啊 可是為什麼最後結果會是這樣 甚至某種程度要講 就算他去了 大概效果也不很好 原因 原因就在於說 其實這些 在長期以來 這一品 這個說 從以鐵袖帶作為代表的 這些所謂的中 所謂的中下階層的民眾 而且是不分族群的民眾 不管是白人黑人 或是其他族裔的民眾 事實上都飽受其苦 可是得不到 就要照顧 他某種程度 這一次為什麼選川普的原因 不是說川普 川普是他們帶領的 某種程度不是 其實川普跟他們之間的形象 是最違和的 對不對 他出生不是鐵袖帶 他是在掌揚的那種 他做房地產的商人 而且呢 而且天天到了上節目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川普在競選之間 說出了他們想說的話 他們其實選擇是什麼 選擇是一個 不是那一個方法 是一個傳聲器 就是說我們的聲音隊 有一個拜託聽一下我們的聲討 他們不是說他們並沒有解 他們有解方 但是我要告訴你是 我們現在正在如何 所以川普很順次地說 他們現在正在如何 所以我們要如何如何 所以他為什麼 川普某種程度來講 這也沒 當然就是帶到我 我另外要作為一個印證的部分 就是說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因為做的是比較 就是戰略研究方面的東西 其實最關注的 其實對戰略圈來講 最關注的是 其實從2016年之後 一個很大的議題 就是中美貿易戰 所引發的這個 包括美國的整個 美國的重新的戰略調整 或者是 其實這個部分 不是單純的 中美貿易戰 應該是大家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包括台灣的媒體 包括很多其他 包括其他國家 甚至特別是 我必須這麼講 特別是華文圈的媒體 其實都犯了一個錯誤 他把這一件事情 始終跟過去的貿易四字 也就是說 貿易經常戰之間的失衡問題 用這樣的方式來理解 這一波的中美貿易大戰 我必須說 大錯特錯 完全不是 中美貿易戰的本質 完全不是這樣 如果我們今天 因為我們沒有很多時間 我們先講結弱度 一樣先講結弱度 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甚麼 其實是價值之爭 其實是體制之爭 其實是一個對於基存的價值秩序 的適合維持和挑戰之間之爭 為什麼這樣說 我不認為 其實我從來不認為 雖然我常常開玩笑 譬如說川普是我的好朋友 因為我前天追川普的那個Twitter 我有假他的Twitter 前天追他的Twitter 所以我太常常開玩笑說 你好朋友川普最近又想什麼 那當然其實 我之所以會關注他的原因 其實我很清楚的知道的是 你如果你長期關注川普的人 就會知道 其實他並不是像現在大家所 長期以來所批評的 尤其是這幾年所批評的那個形象 因為現在大家對川普的形象 大概是有錢多金 然後就是有錢就是任性 講話很舒服 我尊重女性 然後講話就非常粗鄙 那個英文就是國小五年級的英文 對不對 英文老師在那邊看就知道 然後很多可能還 可能還 文法術還拼錯字 可是這真的是他的形象嗎 這才是他的形象嗎 如果當然你去研究科學們就知道 這個人是賓州華日商學人畢業的 他有這麼弱嗎 他有這麼差嗎 那你這樣快回覆 還好美國是一個很多資訊 非常發達的國家 你去看 30年前他所講的話 他講同樣的議題 立場很不變 但是用語 用語聲調 乃至於速度都很不一樣 為什麼 30年前他不用選總統 他流露出來的是他自然的教養 他自然的生活圈對付 觀點沒有變 坦白說觀點沒有變 譬如說他認為美國 現在當前的自由貿易 不是一個不公平貿易 他從那個時候 30年前他就認為 只是他那時候對象是日本 現在不是現在是中共 對他來講 那個才是他的價值 對他來講 自由貿易必須是公平貿易 這是他的價值之一 但更重要的是 我們可以看到 他認為美國的民主的偉大 不應該被家庭用 這是他的價值 可是你看他用的語言 其實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現在是國際 剛剛說過古小五年級的英文 對不對 然後還被 還被美國的小朋友嘲笑過 對不對 可是他在那時間 而他講話速度 也沒有現在這麼慢 你仔細聽到講 他現在講到非常非常慢 而且故意強調 其實他故意強調的部分 其實不管他用的語言也好 過去用的比較複雜的句型 用的選字 用的比較銀雅典雅的字眼本身 其實他通過他的教導 可是到現在變這樣的原因 是他在替某一群人發聲 他在替某一群人 或跟他在召喚某一群人支持他 他的推特其實不是他發洩 因為如果你去研究 川普實在是很喜歡他的推特 但一天最多發了25折 平均一天要發6到7折 昨天不是川普 那個就是假的帳號 他自己的私人帳號 要發這麼多的推特 可是他仔細去分析你就會發現 他並不是真的都只在發那些自己 當然有發出自己的情緒部分 但是更多的部分 你就仔細看 他在發動公共議題的時候 是從哪裡先開始的 從他的推特先開始講 從這些部分來看 都可以看得出說 這一場貿易戰 或者說這一場 這場中美之間的衝突 已經不是單純的兩國之間的 經常貿易戰的平衡問題 所以中國一開始 打算又買買買 都買 這個方式解決 本來就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對美國來講 他已經發現 因為當美國2001年 帶著中國 就是說 帶中國進入這個島嶼 其實是等於 讓全世界的市場向中國開發 那中國在這個 這個重大的歷史局中 其實有驚人的經濟成長 這個經濟成長大概 從2001年到現在 成長超過9倍 GDP超過9倍 那這樣的過程中 美國為什麼要這樣做 中國廣大的市場 對不起那時候還開不大 雖然那時候可口可樂的老闆說過 說一人喝一瓶可口可樂 吃一人喝十一瓶 我就賺死了 可是那時候一瓶可口可樂 對中國 一般中國人的工資來講 一個月的工資 你合得起嗎 當然不是 廣大的市場 對他們來講 不是需要培養 更重要的是 這個 你要知道 這個樣的市場背後的趨利者 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生活 所以中國 他當然希望中國能 某種程度的自由化 至於最後的民主化 這也是中國 中國政府裡面 其實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叫做和平演變 他們講比較和平演變 那過程中 但是 尤其是在柯林頓總統 他選擇 相信用經濟可以改變 他相信經濟培養起來後 你就會成長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必然會支持 支持民主政策 但這件事情沒有發生 十八年過去的沒有發生 並沒有發生 而中國所向 WHO許諾的 要開放的 開放市場等 種種 還有包括 把市場的 把那個 把那個政府的手 退回 把這個所有的企業活動 經濟活動 還出自由市場 這件事 也沒有 雲諾也沒有兌行 當初為了 為了 為了 承諾 希望讓中國 其實自由市場 承諾了一個 這個WHO許諾中 最長的一個環狀行 他們大概是六年 可是 十幾年過去 沒有 而中國已經成長 成長後之後 中國開始回來挑戰 你的民主自由市場 這個民主自由市場 反而很low 全數很差的人 然後很沒有效率 2008還搞出世代危機 可是我們這個呢 通過技術力的培養 特別是現在的電子技術力的培養 這個數位民主 這個 數位威權主義 太好用了 對不對 對 有那些 有那些什麼 CCTV 大部分都有CCTV 哇 那個小小無所遁形 對不對 不只小小無所遁形 其實是異議分子 現在無所遁形 那 這樣 反而我的 透過技術力的打造 我的鐵桶的江山 反而可以更恐怖 而且呢 我幹嘛 如果有這個 有這樣的技術 我幹嘛要民主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眾生喧嘩 為什麼不能 不能 做同一個夢 唱同一首歌 這不是他的宣稱嗎 對不對 那如果不做 同一個夢 唱同一首歌呢 沒關係啊 那個集中營 蓋一蓋 現在蓋很快 對不對 對不對 而且我們就可以好好的 教育教育他們呢 對不對 民主自由 民主政治 在他們的面前 變成非常的脆弱 變成 或者說民主自由的價值 在他們面前 變得非常的不屑 所以 中國的官員 會在那個 世界的經貿論壇上面 說你們 西方的民主制度 很多圈裡面要改一改 我是說真的 他真的是說真的 因為他相信 他相信這一點 因為在得力者 在 在統治者的位置上 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幹嘛這麼痛苦 而且還要背負一個危機 就是 有沒有可能 政權人力的危機 在民主 在民主社會中的 任何的政黨 任何的執政政權 都有一個基本的故事 就是 我沒有永遠的江山 我今天的高明期 我今天的高冷氣制度 下個月我可能會被耳替下來 我們視為跟 喝水一樣正常 喝水 呼吸空氣一樣正常 可是 對於 極權政策來講 這是不可容忍之事 連不穩定 都是不可容忍之事 不容忍之事 在這樣的競爭價值底下 在這樣的 這樣的衝突和矛盾底下 美國所代表的 包括經濟的自由 民主這些東西 等等的價值的體系 遭到的衝突 這一場貿易戰的衝突 其實說穿了 就是剛剛說的 價值體制的衝突 事實上 某種衝突來講 它甚至不是一個 競爭的衝突 它是一個什麼 捍衛 就民主自由的保佑衛戰 某種程度來講 它只是民主自由的保衛戰 而這裡面還有一個 其實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過去 對於民主化的要求 我們知道它政治性很高 對於政權的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對於很多極權 或是專制極權 或是我們過去常掛在嘴巴上 所有的改革這件事情 當我們遇到了 遇到的挑戰的時候 我們就用什麼 自由化去代替民主化 對不對 就像我們經濟 當以前台灣在解決國營事業的時候 方式是什麼 出賣股權 對不對 全民是股 而不是重新檢討說 這樣的公用事業 真的一定要交到民營嗎 一定要市場化嗎 把市場化當作一切的萬鈴單 然後我們以為自由化了 就民主化了 這是民主國家在這段時間內說 中年病灶所造成的 中年病灶 中年會有很多中年人的危機所產生的中年病灶 那病灶的原因是其中之一 恐怕就是這個 對不對 我們用自由化去代替民主化 但是實際上民主化是沒辦法替代的 因為民主本身 民主自由 對於民主自由社會中的人來講 這些基本價值也好 尊嚴也好 這些自存獨立也好 都是不可交換的 而且都是不可交換的 你都是在民主自由社會中必須要的 你不可能自由而不民主 你也不可能民主而不自由 這個東西本來是邏輯上 邏輯上就是奇怪的 這場貿易戰 某種程度來講 我認為 我認為 美國所做的 不過是捍衛 回到防守的位置 就是捍衛自己既有的生活防守的價值而已 他跟過去歐巴馬的狀況不一樣 歐巴馬輸出的是什麼 世界主義的 普遍主義的 然後更進步的 更前進的價值 身份認同的 共識主義的 事實上 他們發現 原來在這些國家面前 或者說在這場價值競爭之前 太過奢侈 已經太過奢侈了 他們必須要回到 基本價值的 也就是我們 常一起來人類從 從數千年來 民主價值 一路搖搖搖搖搖搖搖 某種程度來講 台灣的民眾 包括可能現場的人 很多朋友 都跟我們一樣 有一種感受 有一種危機感 那種危機感叫什麼 叫亡國的感覺 但你會說 有人會說 有的人會說 習近平還沒有國家 那可是問題是 對我們來講 我們實存在 這個State 就是這個 State能被建立的 State Building 這個State State Building已經完成 但是National Building 還沒有完成的 這個狀態底下 我們至少享有 這個State State Building底下的 那個 Governance的 種種的 好處 或是種種的 生活方式 我們 我們享受著 我們也從此而成長 可是 去年 20124之後 大家最大的擔憂是 我們很可憐 連這些都會失去 連真的都會失去 這是大家最大的危機感 這裡的亡國感 請不要跟我自己爭論 Nation 或State的問題 對我們來講 我們已經連 可能State 都會存在 就不要再Nation 有沒有被建立的問題 好 那 在這樣的危機感底下 其實對我們來講 對成長於這個 這個民主 所謂的那個 民主活動 這個風險運用 也就是說 解延後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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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博發展的 民主活動 其實的人來講 某種程度來講 真的是 是像剛 20歲的 下落的標題 有點有種 中年危機感 感覺青春不在 感覺 感覺過去的 過去的 昂憤感不在 原因為什麼 因為在過去 我們都認為 這個不是喊出 我們民主的心情 可是我們現在在 在1.2的時候 我們大家也問過 許多人 是不是真的只要發大財就好 就像我們講的 是用這個 就可以去交換 這我沒有答案 這我沒有答案 但是我們 我們只能說 我們必須理解 理解這個 中年危機的 深層本質 其實 仍然有 對我來講 仍然有 對民主自由的 強烈的渴望 和 那吸手的沈默想要 想去世界 否則我們沒有危機感 我們可能就會說 那也無所謂 我想 會感到危機感 感到王國的危機感 等等 都代表了 我們對於這個價值 長期以來 即使我們常常 拿來開玩笑 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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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說嘴 甚至拿來 互相詆毀 但我們都知道 那件事情 是我們一直 想要守望 想要守護 想要信守的對象 那對象就是 我們對於這片土地的認同 以及他的 他的生活方式 就明顯自己的方式 來繼續 那我們先講到這裡 謝謝 好 那接下來我們 謝謝 謝謝 我們是非常緊實地接到這個任務 然後 感謝兩位兄弟 各位幫忙 那我自己其實原來不知道在講什麼 但是 可以說我們主持 我是法律系畢業的 所以我對於自由民主體制有一種信仰 所以各位都會說 如果公道法律系的人 他們對於管制 都說對於限制言論自由 基本上他會有一種預設的反對 所以像 某些自由民主的團體 如果說要做身分證 或是要做言論自由 其實 一開始出來的就是 一些我們首席的朋友們 那我自己是讀國際法的 所以我對於自由民主體制 沒有那麼大的幻想 因為我這邊常常在 struggle 就是跟我們國家建立有關係 但是我跟你說 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麼大的一種變化 大概在過去一年之中 就是對於台灣的國際地位 跟實際上我們的自由民主 跟獨立狀態能不能持續 過去這一年多我以來 特別是參與委員之後 受到中國打壓之後 沒有經過這麼這麼劇烈的變化 那今年又現在又面臨最現實 就是明年選舉的變化 所以我今天講的可能是混合了 我個人的關懷跟所讀的 跟我最近的觀察 然後我其實講到 要跟民主有關的是 所謂自由和平論 或是民主和平論 這就是跟我一開始提到的 我們對於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的信仰有一點關係 如果我們在國內相信 越多的民主 越多的自由是好的 越多的法治是好的 然後我們的人民會隨著 越來越多自己解放 知道自己要守 然後達到共同的利益 然後讓我們共同的提望 更和諧更進取的方向做 那麼在國際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 越來越多的國家 走向自由民主的話 不但國際會有和平 而且人類會朝向共同的利益發展 這個論述 也許 對我們的成長來說 是 我們被交成這樣子 那最明顯就是 Fukuyama 就是那個 福山 在蘇聯倒台的時候 他書了一本書 叫做 The end of history 就是歷史的終結 他認為說 現在共產集圈已經垮台了 所以人類的發展 已經到了 絕大部分的國家 都接受自由民主秩序的情況 所以歷史將不再繼續往前 那這就是人類會 繼續在這上面變成完美 然後在這上面 那各位現在 現在覺得 這件事情有發生嗎 正如剛剛愉和的小小講的 那當然Fukuyama自己後來有改變 那麼對於我們自己來說 我們在台灣的民主 或是追求獨派的人 一直相信 越多的民主 會引到台灣的國際地位 就是說 你讓 所以獨派的人對於公投 有一種迷信 他只要認為是 人民自覺性的公投 讓人民公投 讓人自己決定台灣的命運 擺脫限制 台灣人民會選擇獨立 現在你相信 在1、2、4成後 這就是我今天最大的困惑 我來之前其實耍費很不想來 因為我非常非常掙扎 我一直自己在辯論自己 我今天講從這個出發 可是呢 這個東西其實活在我們的 政策的綱要中間 我們4月14號的時候 舉行了一個台灣關係法 40周年的 然後司徒文來了 我說他可以 他這邊講到一個 我現在舉幾個例子 就是為什麼我今天會談到這個 他說 他最後說 他說美國應該要支持台灣 然後 可以更加支持 有幾個方向 說 除非中國變成民主政體 然後台灣人民都願意跟他統一 否則的話 就不贊成 不支持台灣跟中國的統一 這句話 我其實翻的時候 心中一驚 說如果中國變成民主政體 然後台灣人民又願意跟他統一 我們就要跟他統一 對吧 民主政體 如果中國變民主 他會 停止 要定吞台灣的努力嗎 我最大疑問就是這個 這是一個 另外呢 在這些的 政策文件中 還有一個就是 紅斯 就是剛剛小蕭講 紅斯演講中間 有講說 我們原來期望 讓中國變到自由貿易體系中間 然後他會慢慢變成自由化 他內部會有援助 然後他對於 他對於人權會有感覺 中產基金會起來 所以我們期待他 不但是 進入自由貿易體制 而且是自由體制的改變 然後他發現 沒有 到習近平集權之後 對內侵奪人權 實施社會信用制度 而且甚至廢除任期限制 所以他認為說 那個體制執政 一直到了無可彼此相容的程度 因此他發表那篇喜問 背後都有一個想法 這些講明明中間的意思 背後有一個想法 就是 覺得民主自由的秩序 會終究獲勝 從國內的 我們看到的那種 我們人民的福祉 會讓人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然後讓社會共同體 去找到他們共同利益 到國際的自由和平論 我們都有一種覺得說 自由民主市區 終究會prevail 終究會獲勝 可是 正如我們今天要談的 我們發現 現在的發展 似乎就是相反 那對於台灣 所以就有一個更大的危機 就除了 英國脫隆也就把他 他衰退 或是他的金融業 跑到法蘭克福等等 他人民賺不到錢 或怎麼樣 他的選擇 他的選擇 對台灣來說 是一個生存危機 所以台灣 是一個面臨雙重 或是多重危機的一個地方 所以今天我為什麼來 會覺得特別的 特別的 特別的 特別的複雜的情形 來又看到黃國昌今天講說 他要跟郭台銘辯論 他說民主可以 他說民主是有用的 民主可以進行 也就是說 我們 我自己也找邱老大 西麥先生出來 我其實贊成他一個論點 也就是說 面對這些 所謂 有的人會認為是民主倒退 民主倒退的治療方法 就是回到更多的民主 也就是回到我們傳統認為說 治療現在民主倒退的自己 就是給他更多的民主 所以黃國昌才會講說 郭台銘 郭董議說 民主不能當飯吃 我告訴你 民主可以給你飯吃 這就是一種想法 就是說 那我給你更多的民主 可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可能就是這樣子 更多的民主可能 可能不會可負責 可能不會獲勝 可能會葬送自己 可能會葬送自己 這就是我今天覺得 最最最最 一個大的 我今天有一個大疑問 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大家都有亡國感 所以我講一下今天 我想講的 自由和平論的一個看法 我覺得對於我們是有 其實我今天也問了司徒文這個事情 他沒有給我主要的答案 我覺得我們大家要想一想 就是說 所謂台灣 美國支持台灣 現在是因為有價值的共通性 跟台灣在民主之間 背後還是基於民主和平論嗎 還是自由和平論嗎 還是說是一個戰略性的考慮 我覺得大家可能要想一想 好 講一下民主和平論 其實他的觀點其實很簡單 然後我很快講一下 其實他是從法國的大革命 甚至18世紀的那個哲學家 康德的比如說 永久和平論 他認為說一個國家都 一個國家之間不能夠彼此壓迫 然後要讓人民有自己的決定權 然後這樣子可以達到國際的和平 法國的大革命把人類自己決定 就是國民主權 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秘密 所謂自我控制 自我管制把它扮出來 所以有經過天賦人權 也就是說我們自己決定 我們自己的命運 是上帝給我們的 這就是我們自己有的 那這件事本身就是好的 這是一個想法 但是後來發展出來說 民主國家不會攻打民主國家 發展出一個理論 就是說所謂民主和平論 或是自由和平論 他認為說民主和自由 這件事情本身是好的沒錯 但是他還有另外一個功用 就是說當越來越多國家都是 或是共同體 都是成為民主或是和平 他們彼此不會打仗 這個說法有兩個論據 一個是normative 一個是規範性的 就是說它的本質本身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structural 它的結構性 就是民主有一些機制 民主機制中間會去限制決策者的決策中間 讓它不會訴諸無暴力 不訴諸無力 很快講一下 各位在這個情形呢 你看過去的想法 其實剛剛舉了一些例子 在其他的想法裡都看到影子 比如說聯合國 聯合國的成立其實它是 因為人類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所以它最重要的是要帶來和平 它就要禁止說國際現在發生這種大規模的戰爭 那它在禁止 它在達到和平 它放了其他的目的 包括保護人權跟國際合作 所以它背後有一個想法 所以美國 聯合國做了很多事情都在提升民主 比如說它去幫助本來沒有民主的國家 沒有選舉制度 把它建立選舉制度 它去監督它的選舉 公平的然後表達民意的選舉 然後它促進經濟的發展 讓它不會走向戰爭 這是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 比如說諾貝爾和平講 諾貝爾和平講 其實歷來的我們去看 比如說馬丁路的金恩博士 其實它是做民權的 它的和平講 美國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說如果 鳳山書記也是 還有蠻多人都是 包括馬拉拉 就是去貢獻這種 人類人權的進步 民權的進步 它是促進和平的 背後通通都是民主和平論 或是自由和平論的想法 好 規範性是因為說 它覺得說是 自由的價值 Liberalism 自由主義是讓人可以自己決定 讓人有他共同追守的東西 比如說人都希望他自己的福利能夠增加 他能夠自己決定 所以這些是共同的價值 那麼自由主義就是讓個人 每個人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命令 那這些是 還有自由主義會讓人要自己保護自己 然後追求自己的喜好 達成共同的利益 然後自由主義是普世性的 自由主義是每一個人都 都share都有這樣的欲望 都希望能夠得到這樣的福利 那麼他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 保護自己的財產跟他自己的福利 那麼自由主義的手段 一個是透過自由 就是解放讓人自我決定 另外一個是透過互相的容忍跟協調 然後互相的合作去達成共同的利益 然後他的條件有兩個 一個是你自己需要覺醒 你自己需要覺得說 我需要把我自己的決策權拿到我自己的手上 另外一個是制度上必須要讓人能夠這樣子做 你說制度上也要覺醒 制度上必須要反暴政 讓人可以自己去找出自己想要的東西 然後有自由跟自覺權去決定自己要的東西 所以他的兩個就是說 自由跟和平 那麼有和平的架構 有自由會促進和平 有和平的架構會更加增進自由 然後他相對的就是反對暴政 反對暴力 用暴力去脅迫其他的共同體 反對脅迫 口而忍威脅的主義 他認為說這些都是沒有幫助的 除非要以戰之戰 這是邱吉爾的意思 當極權國家要侵害民主國家的時候 民主政體的時候 民主政體透過綏進 透過保障和平 希望能夠維持和平 而不可得的時候 只有以戰之戰 這就是邱吉爾那時候說 他的message 就是說 當戰爭 我沒有辦法預防 他早上來的時候 我不得已 我只有平戰 除非這個情形 否則的話 盡量讓各國都民主跟自由 他就會不打自己 我等一下會做一個總結 第二個是structural 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制度 也就是說 為什麼越來越多的民主 會在制度上面 會確保他走向越來越多的民主 他的理論是這樣子 他的理論 我先講這個其實 各位就對照著 就是我們現在實際上 看到的暗黑的情形 你就去檢驗這些理論上 是不是還能夠佔得住 當然我一開始說 我覺得他其實佔不住 好 好 制度上我們都相信 自由民主制度 自由民主的秩序是怎麼樣的 就是說 人民可以決定 除了投票以外 還可以積極參與公眾事務 投票就是 剛剛一個講的 如果我有不幸的 選出了一個 我所多非人的人 我可以四年後 把他投下來 我可以把他全力拿回來 第二個是我 除了投票之外 我還積極參與公眾事務 我積極參與公眾事務 讓政府聽到我的聲音 然後我透過我去影響我的代議事 然後去影響國家的政策 從比較小的單位到比較大的單位 那麼決策者他必須要顧及民意 那他當然有 還有其他的組織 比如說言論自由 跟意見交換的自由 所以有思辨 所以每一個決策者都需要顧及民意的時候 他的決策空間就限縮了 他就必須要顧及到整個輿論的感受 所以決策者不會輕易地訴諸戰爭 因為人民本身反對戰爭 戰爭是要花很多錢 而且要流血 那這些錢都是我們的血漢錢 我們的納稅錢 所以要打仗 過去軍王有決策 或是福財者或是軍人領袖 他可以單獨地決定 在民主之體 因為他的決策是分散的 而且是有一個程序 讓人民可以參與的 出錢的人不願意戰爭的時候 民主的決策就不會輕易訴諸戰爭 這是他的說法 然後要花命的人不願意去戰爭的時候 決策者也不願意親自去 不願意訴諸戰爭 如果各國都這樣子 那麼各國只有妥協 這是民主和平論 或是自由和平論的一個基本看法 他的幾個 所以結論來說 他的幾個講法是這樣子 第一 民主政體或自由政體 信任民主或是自由的國家 不信任不民主或是不自由的國家 民主自由政體 期待與民主自由政體合作 然後會去發展和平的關係 因為民主政體跟民主政體之間有共同的利益 這個就是反映了剛剛小消息說的美國那個Message 說 如果你 我們希望你上傳 成為民主政體 可是你過了這麼多年 這麼多的十年 還是這個樣子 反而走回頭路的時候 對不起 我們之間就沒有共同的利益 那麼制度的改變會成為一個警鐘 是說怎麼樣的時候讓他的對立會到一個臨界點 就是當非自由民主的政體 如果他制度改變的時候 我覺得彭斯的 或是美國現在的整個戰略的策略 可能也受到這個影響 就是說到底為什麼那是亞卡 他最後的一個稻草呢 很多我們現在聽到就是說 習近平廢除他的任期制 就是說他的極權已經到了一個公然 而且他推移在一路 他在世界上跟美國爭取霸權 那就算了 可是他在裡頭壓迫少數民族 壓迫自己人民 還可以 但是你到了一個臨界點就是 連這種制度 你自己的政權移轉的制度 都要打破 都要radically change 就是都要極度的改變的時候 就已經受不了 覺得說中間戰也沒有辦法 有共同利益 就只有這樣 好 另外一個就是精英 民主制度 民主政體之下精英 希望能夠和平解決事情 就是剛剛所講的那個動態 然後呢 民主制度底下的精英 受到自己的決策的空間 是受到限制 而不得不再和平手段 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 很快的時間 把這個和平制度 民主和平或自由和平的理論講 我現在想要就是 看一下我們自己的情形 2020我們到底會選一個親中的總統 然後他會不顧很多民意的看法 以他是一種想要的和平 或是傾向中國不惹中國生氣的這種做法 包括制度上的改變 包括除了 我跟你說 不惹中國生氣 下一步就是一國兩制 中間的線其實非常模糊 我們現在看到國民黨議員所講的 種種事情 基本上就是不惹中國生氣 不惹中國生氣就是自己願意改變 自己願意改變 包括自己的改變 包括自己的改變 包括把人家 把他的利益把它拿進來 所以你在台灣的決策者 很多是考慮中國不惹中國做的事情 這個事情 就是這個叫做法後聯 就一步一步下來 我本來以為 我們只要面對這個而已 現在是 除了面對這種主權 逐步流失跟一國兩制的 實際上就是進來 現在是面對整個 我們自己的民主 鏟出一個 而且是公開奉命的 他有拜明的跟你講 他就是要走這套 不管是誰 他就是要走前衆的前衆 然後他得到民意支持 然後他就真的 照著民意托福去做 然後制度上會改變 我們是會走向這個呢 還是台灣的自由民主 會 survive 我們要對自由民主有信心 很多的統派學者 我們這樣講 為什麼要先制言論自由 要對台灣民主有信心嗎 我們是對台灣民主有信心呢 還是你要覺得我是 剛剛講的暗黑板 比較有可能 我們自己 2020會上升自己的民主 我今天最掙扎的就是 要跟各位講這些事情 好 先謝謝三位 帶著有一點 這個 也不是不只有一點 很多的這個 隱憂的 隱言 不過 我相信今天大家看過去 應該在這個隱憂之前 還帶著 一絲的光線 就是 我們還沒有把台灣的民主 放進資料 對不對 表示還是有希望跟 有一些 有一些 改變的機會 我下午跟套裝行程的人分享說 我1992年來台灣念書 那是一個我最幸運的年代 為什麼 因為那是台灣改變最快的 而且最激烈 而且最豐富 最精彩的年代 當時有一句口號 帶領我走進反核的行列 那句口號叫做 反核就是反獨裁 OK 我一直堅信說 民主 在一個民主的機制 不會產生第五座 或者是核電廠 因為四座和電廠 都是在獨裁的狀態之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不過 某種上 剛剛聽了一些 舉了歐洲的一些經驗 好像 真的啦 我們Brexit 就是英國脫歐以後 脫完以後再去查 什麼叫脫歐的 還是很多 還是很多 所以表示說 好 我們還是在這些症狀裡面 去找到一些出路 好 我舉兩個例子 我最近在讀歐洲的一些 一些資料 他們在強調說 歐洲社會快速的封解 尤其是民主制度 建立在兩個 他們的假設之 兩個診斷之上 第一個就是 整個社會平等 平等的 這樣的一個機制的瓦解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我加入歐盟以後 或我在歐盟的體制裡面 也沒有實現當初你的 所謂的 social charter 也沒有實現你社會歐洲的 這樣一個承諾 窮者越窮 富者一富 那請問 這樣的一個承諾 到底跑來那去呢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 那個 solidarity 就是那個團結的 整個社會的氛圍不見了 那個不見的 其實某種程度上 建立在第一個 第一個整個就是 那個所謂的平等 平等的一個瓦解 所以他們提出來的報告書 第二題 就這麼簡單 叫做 永續平等 就是 你如何 那個瓦解 像 所謂的民粹主義靠攏 或者是 民粹主義求強的民主 跟自由 跟你心裡面的講的民主 跟自由 到底差異在哪裡 而民粹主義在歐洲 因為 難民跟移民的事情 賺到政治的第一種經驗以後 打 折水棍上 然後 一直這樣打上去 那 這樣的事情會不會發生 會不會複製在 其他的國家 那我自己的國家 把它吸引 去年經歷了 獨立以來 這個第一次的政黨安替 執政了一年以後 好像 情況也跟台灣差不多 講新聞 報告說很多的 這個 現實施力 現實的那樣的議題的壓力 進步議題的潰敗 譬如說要簽國際公約 在 不傷害穆斯林 跟不傷害馬來族群的情感之下 又往後退了好幾步 本來說要廢除死刑也不敢廢了 因為華人都反對 可能是華人看了太多包青天 我是有結論的 但是 你確實如此 華人都被包青塗毒了好幾代 OK 那 那無論如何我覺得 稍微給大家一個非常好的Picture 就是說 那我們沒有放棄治療嗎 對不對 還沒有嘛 你應該還有 沒有希望 我這個外國人都覺得很難 我才有希望 拜託一下 台灣人 對嗎 對不起 還不是中國的朋友 那我們就好好來討論這個意義 來 開棒 來 1 2 5 3 來 謝謝各位 其實我感覺 這個民主議題 這個政治議題 其實牽涉到是經濟跟文化 這些很複雜的關係 那 他不是 我們如果是當成討論政治 民主自主 其實還是要開更深層的一個理由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 是資本主義能夠成長 在於他經濟的自由 也變成民主的自由 這是從16、17世紀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一個演變 那 但是呢 在 資本主義在這個疫情當中 其實也受到一些挫折 但是呢 他 少罵不下 尤其是美國 為什麼 因為他的社會主義 他的一些 就業制度 一些補助制度 讓這個 支部主義 持續成長 而且呢 他同時也成長了民主制度 同時也成長了 經濟自由的制度 但是呢 其實 還有一個更莫雜一個問題 就是 情感的自由 就是你國主戀統的情感自由 再加上 價值的自由 就是自由價值的自由 你的戀統 那我們會生活在一個生活裡面 你的感情生活 你的生活 你可能 因為你太年輕 所以你沒有意識到說 那種自由的可貴 你要 其實 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的生活 除了物質生活 你要想到說 你能夠做自由的選擇 做情感自由的選擇 做價值的自由的選擇 其實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已經經過幾百年了 我們才幾十年 但是呢 請年輕人事態 你真的要注意 你不要去忽視你的 自由情感的選擇 你不要 為什麼 因為 你要了解 在自由的基礎下 在自由的基礎下 你要選擇的機會 絕對是在平等的基礎下 來得多 在專制的平等的基礎上 你會得到的機會 絕對比他來得多 所以我們要相信這個 你在自由的基礎下 選擇了你的情感自由 選擇了你的價值自由 還有呢 其實還有一點 國主認同 不是單純的說 民主就要結合 沒有那個絕對的道理 為什麼 你還是要透過全民的情感選擇 這個情感選擇 要或不要 那為什麼 有些人 願意把 要把那個情感選擇 偏移到一方 在於他的情感選擇 但是這是不公平的 非常的不公平 因為你只是少數人 他的情感選擇 然後要出賣這個自由 那 這絕對不是 我們台灣人的一個目標 我們祖先為什麼會來這裡 為什麼會來這裡 你要想想 四百多年來 為什麼會冒了個黑水波的危險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你覺得你有更多的自由 天高皇帝 你有經濟的自由 至少你有選擇 你要怎麼身處的自由 這是年輕時代 你要去感覺 這是我的想法 好 來 呃 似乎有一個想法 跟一個觀察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想法就是說 我覺得台灣的議題呢 還是一步一步的腳踏實力的 慢慢走 才能讓台灣民眾慢慢的接受它 因為我覺得 畢竟台灣還是有許多 呃 中老年人的 中老年人一輩的思想 還停留在 還停留在以前 那個非民主的那個時候 有的時候還剛學會走路 就立刻想要飛 是一件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就好像一個現代人 穿越到 穿越到 穿越時空到古代去體擦 換軍組制度是一樣的 我爸爸之前也說 也曾經說過說 唉那些公投票 就全部都換這票算了 當然啦 之後我還是有說服我爸爸 投那個婚姻平權的票 呃 觀察 觀察的部分就是說 我覺得台灣啊 目前還是擺脫不了一種 看黨 不看人的那種 現狀 我之前在投那個 那個公投票 婚姻平權啊 反國內的議題的時候 但是我有投給一位 國民黨的 一位候選人 因為我覺得 他 他試任 他覺得 我覺得說 他可以為我們的區域 謀福利 我不想 就是 要比較 要清楚一點 對 我覺得說 我覺得說 不一定是 喔 今天是支持民進黨 或是支持什麼黨 就是國民黨 就一定要投國民黨的候選人 或是民黨的候選人 這樣子 呃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 呃 現在的 覺得 我現在的國民黨啊 呃 有沒有一種狀況是 他們假裝支持民主制度 其實他們心裡還是戒嚴實斜的那種想法 欸 相關於他很好 就是 欸我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 那其實也都包含到剛剛兩位 呃 提問者的問題 就是 我自己因為剛剛當然是大家都有提到 從你實力的數來看 那台灣之前是在1947年沒記錯話 不過是還沒有 我們戒嚴是在1990之後 那 就如剛剛主持人所說 其實我們今天時間非常短 那 在這只是投票的 其實不只是共投 還有上一次的蔡英文的投票 通常選舉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這是 呃 對我而言其實某程度上是一個 世代上面的對抗 那世代上面的對抗 其實跟 剛剛山羽坦哥提到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所謂民主價值的信任 或者說信仰 那 呃 今天 像我自己家裡的狀況是說 你沒有辦法睡不長輩 沒有辦法睡不長輩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是在借人時期受教育 他們生活在那個時空之下 他們沒有辦法去理解 你這個所謂的民主價值 那自然而然 他們所能把持的就是相信 時代建設他們經濟起飛 他們想辦法打拆 對 那 我自己觀察的是三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剛剛四代 第二個就是在 戒嚴的狀況下時 他們有建立國族認同 就是其實你可以聽到 很多委派人他們在講說 現在的國民黨被判他們 那 或者是說經濟過百色恐怖的人 他們其實不信任政府體制 可是問題是台灣現在的制度 是在所謂見識所建立起來的 那 這個政府的操作 或是我們 有瑕斯的民主制度的規則 是在這個時候就建立起來 那 反而是我們現在 雖然今天頂部是中年危機 可是我也覺得 我們是在對抗之下 我們年輕一代其實走得很快 加上就是科技跟資訊的發展 我們其實現在收到的資訊量是非常爆炸的 那可是這個也是有一個壞處 就是我自己也是認為中國共產黨 可以在交WTO之後變得那麼強大 也是因為科技以及物質 對他們的影響非常的大 那第三個就是剛剛 其實兩位老師有提到的自我覺醒的部分 那你想想我們上一輩 其實他們在這個界隱的環境之下 這個教育之下 你要他談自我覺醒 其實是有困難的 甚至說 我自己讀過編分啦 名記有編 就是教改之前的人 教改之後的人他有沒有 他們雖然像陳維迪啊 文子民法 他們可能使得有很多新的知識 可是其實 跟他們同年紀念真的有這個自我覺醒 或是說 我自己的例子就是 其實我要帶來四年級 我等一下要把運行的 可是我帶來四年級都來支持馬英九 我還為了投票給他 從台北縣書生艙艙現場 把戶籍簽到大安區域投票給馬英九 超丟臉的 對不起 那我別人也沒跟他握到手了 對就是像這種問題就是 就是我覺得我們今天在 從我們年紀一輩來看 或是提供剛剛上面想展現 所以我今天題目是中年危機 那不如說是這個中年危機 有點像是我們的民主不適應的危機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今天在回到剛剛開始的題目 我要怎麼去回應 在投票前 在我們可能是最後一站之前 如何去回應這個中年往一年的人 或是這些 就是他們有一句 就是一定大家都聽過 我投票的頭比你多啦 我人就是比你多啦 你要看我18% 我就投票我幫你弄下來 所以大家就開始走起來 就是類似這樣的話 而且你也只聽到長輩族 你沒有聽到年輕人 對 所以我們要去怎麼回應這個東西 從雙方根本就欠缺基本的民主價值的信仰 或認定的雙方 我們要怎麼來做 好 我們就先請日文 我先問大家一個人的水 我覺得我剛剛一開始有提到說 為什麼今天來到這邊談這個問題 好像有點氣氛有點怪怪 因為前幾年 明明我們經歷了 感覺經歷了一個非常功勤零勇的 一個人民爵死的時刻 那我一開始現在要給大家 如果說大家可以從前幾年 全世界的 台灣的這方法 得到一個教訓就是說 這些追求自由 追求民主的能量 它如果沒有化為現實具體的制度的話 其實它基本上就會是空的東西 我覺得現在的那種況 就會變成就是說 其實全球從2014年到2016年 或者說更早以前 2010年甚至追求到2008年 這些佔領化的運動 這些運動 其實他們都沒有去 我剛剛說他們的特色是 他們沒有具體的訴求 沒有具體的訴求的一個好處是說 當局我不知道怎麼樣 關於手邊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具體的訴求 比如說我要18% 那也可以大家來協調 你可以17%好 不要我要16% 但是像這樣 它可以協調 但是沒有具體訴求 就是變成你的那個 沒有辦法去跟你做出現 但是沒有具體訴求 它的壞處就會變成說 它最後是累積不出來的東西 它沒有辦法累積成的組織 其實台灣的狀況 就是變成這樣子 就是說當年那些能量也好 或者是什麼 而且沒有辦法化為制度 那其實全球的狀況也是這樣 那這個化為制度就是 剛剛一開始我會先生提到的 我們對於民主的想像不能只是單純投投票 或者是說 甚至不能夠單純理解說 只是一個單純的一個自由保障的基本權利 然後有一個民主選擇的一個機制 它應該是要有一個更大的想像 就是說各種的這種民主的機制 然後涉及到國際層次 涉及到那個社會層次 剛剛陳恩有提到一個 一個理論或者一個思想 叫做主和平論 那當初其實康德提出這個永久和平論的時候 其實後來很多學者爭論 那有一些好事的政治學者 還特別去做了研究 比如說到底是不是 就是民主國家比較不容易發生戰爭 後來得到一個結論之處 其實沒有規定 比如說 當時 蔡棋人 英國 都跑去打阿根廷 其實民主國家並沒有 會打仗 但是 這個東西 你不能夠把它很狹隘的看成說 民主國家跟民主國家之間 比較不容易發生戰爭 或者是說 我們不能夠很假的把它看成說 民主國家比較不容易發生戰爭 而是說 一個全球如果它慢慢的走到了一個 能夠用民主的機制去協調各種爭端的話 變成了一種全球的社群 一種 大家可以用民主的機制來協調爭端的話 這樣的一個全球的社群 是比較不容易發生戰爭的 如果我們要用一個比較持平的立場 去理解康德的意思 當時的康德的意思 所以康德反對說 要建立一個 在民主國家之上 建立一個 超越民主國家的一個國家 他說不行 我們能用國際聯盟嗎 或者是說用大國聯盟的方式來不住 但其實 這個問題也就是說 我們需要很多的 超越國家層次的民主協調機制也好 或者是說 在國家內部 社會層次上面的各種 這種民主協調的機制 這樣子整個民主才能夠運作起來 才不會變成只是說一個空殼 或者是說什麼 那 其實現在歐洲遇到的一個問題 是這樣 比如說像歐盟 歐盟我們認為會說 是我們剛剛 前面所提到的這種 國際協調 這種民主協調機制 似乎是一種典範 其實它曾經也被當作典範 但是 後來發生的狀況 現在發生的狀況 是說 其實整個歐盟 它變成是一種 精英官僚在主打 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希臘因為有後戰武器 有一個 他以前是一個左教 激進左派的經濟學家 然後他後來受邀到這個希臘政府裡面 去擔任財政部長 那你當財政部長 那當然有像希臘這種情形 那當然他很會想要有些改革 比如說有些作為 但是他發現他要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歐盟的高階官員就來跟他談 然後談後就沒有解惱 就做不了 他什麼事情都沒有辦法做 所以他後來有點算是 暗然的下談 那有時候我們會說 好像這個英國脫歐也好 或者是說 這個希臘的這個狀況也好 好像是一個不理性的政治局勢 可是你換一個角度想 尤其是有以前歐洲人 塔加歐洲這個思想家 他們才提出了一個書法 有的時候這一種 我們看起來像是民粹的 像是歐洲這種民粹的這種 反歐盟的這種 這種風潮或者是什麼 那些人民的實力潛力式 就是我們的生活 我們這個國家的人民 不要再被布魯塞爾那些 坐在辦公室裡面 然後吹著冷氣這幾個人 就讓他們來決定我們這個國家 應該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也就是說歐盟的狀況 他變成是說 本來他應該要是一個 民主國家之間 或者說民主國家之間 一個協調的一個機制 但是他後來變成了那種 可以說是非常反民主的一種 一種官僚體制 所以說 呃 就是 對 大概 我大概要 要談的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 我大概要補充的還有 不知道有沒有回遇到大家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 我想 我繼續裕和講的部分 就是說 我的回憶其實也是這樣 剛剛為什麼你再強調說 其實我認為 呃 就是 呃 可能價值的 不敢就是說回歸 但是要調整的狀態 為什麼會這樣說 其實剛剛 其實還有一個大的背景 就是說 在 我們從貿易戰的看 其實他還有另外一個議題 很重要的議題是什麼 他其實不再信任過去的 所謂的 多變協定 不管是WTO也好 或者說 或者說 像TPP 川普上來就馬上退出TPP 然後TPP 命順時就沒有了 或者說 這一類的 或者說 像基地安排的制度也好 或者說 像歐盟這種基地發展的東西 這一類的東西 為什麼遭到反復的原因就是 過去我們強調是協調 過去這個 多元協調這個部署 可是後來發現 協調的結果是怎麼樣 還是有一個核心在啊 像歐盟 歐盟 德法主導的 在布魯爾賽爾的這些基因官僚 以 以那個 以那個移民的例子為好 那個為例子好了 你們這些 歐洲的 歐洲的人在布魯爾賽爾的官僚 都大升級 如果我們要進 要就是人道啊 要這個最進步的價值啊 也要求說歐盟的國家 分擔 分擔這些 名額 可是你要知道 歐盟國家裡面的經濟 就好像我們人千差萬別啊 再加上裡面有一個原則啊 歐盟按照 原來 歐盟他們有一個原則 說你如果 你那個移民申請的地方 是應該要移民的到達 到達地點 做為你的申請地 申請地 他們主張是這樣 那這樣結果是什麼 其實移民都 如果移民當然 如果 尤其是這種經濟性 經濟性難民 他一定要想要移到哪裡去 但經濟越好的地方 就北 歐洲北邊的 北邊國家嘛 那他們就全部記輸 這些 熟悉規則 熟悉這個區域規則 這些經濟 記輸這個東西 到達原則 滴壘原則 所以你們要先回去哪裡 去嗎 去哪裡申請 去希臘 去義大利 去西班牙 這這些國家正在受苦 主義經濟 你要叫我尊解 又要叫我接受這些移民 所以這是為什麼 這些右派信息的原理 他可以號召出危機感 你看嘛 這壞的都給我們嘛 好的都沒有嘛 好的都沒有嘛 對不對 好的也都叫我負擔 所以這些多邊協定的部分 為什麼他都用多邊來 來 來約束你 而這些多邊的部分 往往無法 就是 在這個誠意過高的標準前面 往往無法去適應 新的問題 新的形態的個別問題 所以 川普的上來 其實他的貿易 貿易戰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邏輯是什麼 他用單邊去取代頭邊 用多個單邊去取代 取代一個 不是 用多個雙邊去取代一個 一個頭邊 所以 他 退出TPP 他寧願去跟你用貿易戰的方式 用 比如說 二三二條的港女貿易大戰的方式 去跟你跟 跟韓國 跟澳洲 跟其他國家 你為了要爭取 永久過敏 我們重新談 像韓國 重新簽 美韓FTA 所以 把NAFTA 就是 所謂的北美自由貿易令 整個修改掉 變成 UFM 就這一類的東西 這一類的東西 都是他用 他認為只有各個雙邊的部分 才能適應彼此之間不同的關係 我跟加拿大關係 跟墨西哥的關係 跟韓國的關係 跟台灣的關係 跟中國的關係 是不一樣的 你的體質也是不一樣的 加拿大可能是一個先進的市場經濟體 中國還是嗎 中國是不是市場經濟體 對歐盟來講 歐盟到現在不願意承認 中國的市場地位 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的 22條人打的第一條是誰 整場貿易的第一槍是什麼 是235條 鋼硬貿易 鋼硬貿易所指控的什麼 雙反 一定要雙反調查 拿兩反 一個是反骨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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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為中國做的最多 事實上你看鋼鐵 中國的鋼鐵產量是超過 全世界的半 實質上影響鋼鐵的鋼鐵產業 實際上很多國家的鋼鐵 基礎的鋼鐵產量過產 他覺得 這個得利於什麼 WTO啊 WTO體制啊 沒有用啊 所以他安全跳過WTO 開始跟你一個一個看 這是他邊 這是雙邊 去取代多邊 他已經看到多邊機制底下的困難 他很無力 所以他用了一個最經濟的手法 那是不是美國可以啊 你今天台灣有辦法跟你說 好我不要 我不要 WTO 我跟你 我們來談那個雙邊 也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你是不是 在這個自由 在這個背後裡 自由民主的背後裡面 其實如果你單純只靠一個自由情緒 想要這個自由情緒 去改變 然後變民主體制 變成說大家可以對等 機制的平等 平等協調 那是不可能的 對他們來講 是可不可以的 而這樣的東西 部分來講 我回應剛剛有一位朋友說 為什麼跟我們的父兄輩 無法多通的部分 原因是 他們在那個時代 曾經 蔣經國所謂的經濟齊齊的背後 有一個背景 它什麼背景 它就是用經濟去跟你交換 你的民主自由 某種程度 我允許你有一點 經濟上可以自我獨立 各所發展的空間 其實它事實上也受限了非常多 因為它還是一樣 握著國家的 所謂的經濟的制高點 比如說這些民生部門 以及所謂的國營事業的部分 還有韓南大企業 韓南大企業 韓南國營事業大企業 在它的掌握底下 它釋出一點點的經濟的自由 給你 去交換你什麼 我就繼續玩我的界限體制 對不對 你政治自由全會 暴禁黨禁通通都可以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的部分人 不談政治的過程中 確實某些人 嘗到了一些 經濟自由的 美好的果實 事實上只有美好果實的職業 果實都在他們 那等到自由 所有的民主化之後 我們就做了什麼 我們並沒有把這些國營事業 而且是黨國資本主義 我們並沒有真正把它列起 我們靠什麼方式把它列起 自由化 市場自由化 結果市場自由化的結果是 在當時體質不良的狀況下 誰買得起國營事業 黨國培養起來財團 我們講的最簡單的例子就好了 就媒體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所詬病的媒體 當這些黨政軍商才退出 退出那個媒體之後 誰買得起什麼媒體 會是你我嗎 會是中小西業嗎 不會啊 一定是打零資本啊 所以為什麼 中頭可以再買中式 然後再轉賣給這些 這些 而這些本來不是稀缺的公共財嗎 公共財為什麼 你用這種自由化的方式 事實上有沒有辦法達到民主化的方式 沒有辦法 可是我們對於過去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有沒有去檢討這個問題 我們有沒有去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有沒有去思考 我們犯下了路徑上的錯誤問題 沒有 這是為什麼有一個背景 大家一直在 最前幾年一直在談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不是只有說 我們要請八成現實的那個什麼 那個銅像拆光 這條轉型正義不是 轉型正義是 它能不能從威權體制轉向 民主自由的運作體制 一個重大的工程 而這個面包 過去我們所經濟的實際上 是不公不一的經濟的邏輯 這裡面有很多的大商量 我們台灣有很多的大財的大商量 是得益於成長於過去的威權體制 甚至還有一些談判 即使不是在台灣的威權體制 它是在利用對岸的 中國的 所給予的 所給予的 特權 特權 來自於宣租 所養大的 包括 包括昨天被 前天被拖摸的那位 對 他得益於這個 他不是得益於民主自由 所以他們說民主不能當飯吃 因為他是肯寫滿頭長大的 他總會覺得民主可以當飯吃 當然不行 對他來講當然不行 我們如果不去正視這些問題的話 我們如果不去溝通清楚的話 我們如果不讓這些人知道這些事情的話 那麼我們認為這個溝通是很難達成的 我就覺得 就這個回應來講 我們必須重視這件事情 而且也要必須知道 實際上這些 這一票人所自用的邏輯邏輯 這個黨國資本主義的邏輯 是兩岸都在這裡影響到的 都是全會階級的剝削的 剝削的東西 不管他的經濟成長也好 或我們的民主自由也好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都還在他們的壓力下 沒有辦法正常的手撞 謝謝 謝謝各位的問題 包括自由的條件 包括同意 然後民主的時間 我等一下講一下 然後戒嚴的想法 民主價值國書認同自我覺醒 好 我現在想要講一下 KMT是不是有戒嚴的想法 我覺得我們看 看你們的老師 就叫做那個 先行電話長叫什麼名字 江以化 江以化 對 呃 他後來對於那個鎮壓的看法 然後你就對照最近的一些說詞 如果江以化那個說詞 他好像2014後來出庭的時候也講一下 然後你最近看王健全的說詞 你知道 如果是現在是 但是如果換成王健全的口 他會說 老師就是有權利就這樣說 好嗎 或者什麼 對 我覺得這背後就是這個想法 我不是說 呃 比如說我 可是剛剛我自己在辯駁說 小英對於 呃 集會有行的那個限制 比如說晃郭桑在裡頭裡頭的時候 他那個大規模的外面去 去限制他 這兩個有什麼不同嗎 我 我覺得你在使用暴力上面是不還是有不同 然後但是對於限制的部分 其實我其實不太敢說 民進黨就一定比國民黨要好 但是我感覺 比較願意聽 然後比較願意妥協 請聽要有實質意義 就請聽是為了 願意改變自己的政策 如果 那當時 國民黨在 推 馬英俊在 推移服貿的 推動的時候 就被那樣批評說 一直看過 因為其實沒有真正要 聽 只是謝謝指教 沒有真正要改革 我覺得是 我覺得 國民黨那些都是有主責的 都可以指責 他並沒有非常有民主主責 這是我出現的觀察 我現在想講一個 兩點 第一個就是說 我想講那麼多 其實我想要訴求的是一種 典範的改變 或是我們對於民主想像的改變 也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從 傳統上我們覺得 越多的民主 越多的自由 去治癒民主的問題 或是越多的國際上面的和平 國內的和平 帶來 體制的改變 跟國際的和平 從這些典型的想法 可以改到一個 法衛性和 戰鬥性民主的想法 這個是我想要跟各位講的 因為最近其實 我們發現 大家都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 要去立法 去保護我們 得來福利的自由 也就是 如果我們把它當作說 我們現在有 可以享受這個自由 是好不容易的 然後現在是有 外在的威脅 跟內部的代理人 在摧毀它 去把這些威脅現在 自由民主秩序的問題 把它 認定出來 然後去限制它 透過限制這些 外部威脅的人 跟內部代理人的 民主和自由 來保護我們共同的民主自由 這樣各位可以同意嗎 我現在想要講的是這個 如果我們剛剛講了那麼多 不管是國內 或是國際的 我們原來是典範 通常是讓老實範這邊講的 就是我們過去想說 對抗極權 或是對抗垮臺 可能還是有 如果說現在轉成一個 戰鬥性民主的典範 可不可以 正當性有幾個 我自己想的 我很粗淺 我其實希望政治哲學的老師們 來幫我們做這一塊 我也知道 其實現在葉浩 或是黃晨寅 他們都有在做 只是 他們可能還不太 覺得還 鼓勵他們 鼓勵他們出來講 特別是陳毅 陳毅 他其實很懂 但是他現在 比較專心在其他的東西 不太願意對大家講 他是非常非常專家的一位 我現在想到幾個 第一個就是外部威脅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外部威脅 就是中國要摧毀台灣民主 能不起來防衛嗎 那問題就是說 現在是 有些是內部的人 在幫他們做 就是 借名 不借名他們所講 那現在如何去 用什麼標準 來認定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最近 立法所做的 我們上次講過外部 代理人制度 也就是說 中天這樣子 每天去播這些事情 算不算是為中國在做事 或是 甚至國民黨立委 所謂的和平會 如果我們法律上可以 為了因應現在的狀況 可以找出一些制度的話 各 願不願意看到國家的權力比較大 因為這些都是透過政府的權力去做的認定 然後限制有些人的自由權力 我們願不願意去這樣做 在我們自己的典範中間 在我們自己的想法上 能不能認識這件事 這是我想提的 第二個想提的問題 其實是資訊的斷列 也就是說 我不是常常在寫一些 有的沒的嗎 寫什麼台灣保證法什麼 然後我今天來的時候 我的家人就送給我說 其他的 比如說奔騰思潮中間 有一位黃沛國先生寫 台灣保證法不保證台海安全 湯紹成說 美國正把台灣推上破線 吳思懷說 綠營已經狂亂的打選舉焦慮 然後說 2020將是一場統籌炸彈 救台與賣台的決戰 唯一的方法就是 兩岸要維持和平 這是所有台灣人民就這樣跟我們說 就是說 我們現在講什麼 對方也會講得到 說詞非常小 數學方向完全相反 他們有他們的群眾 而且可能比我們的群眾要大 在這個情況下 在這個斷列之下 我們的民主到底是 workable還是不workable 我們還能夠互相說服嗎 還是我們只是 有表面上的機制 但是實際上並沒有辦法互相說服 然後最後就用票數來決定 我擔心的是這個 這個我也沒有答案 我老實說 我真的沒有答案 因為我發現對方在做 跟我們在做 很努力在做一樣的事情 今天假設我們配合 民主防衛的法制 他命令說 台灣沒有自由 我的靈友今天在我的演出上說 對岸的言論自由 比台灣好很多 這位是一位法務長 我真的不曉得 我跟他之間還能 我們還從一個師父教出來 我老實說 我不曉得 我真的不曉得 這種Echo Chamber Echo Chamber 要怎麼處理 我現在沒有答案 謝謝 好 沒有答案的事情 還有很多 不過至少有一個有答案 想說 台灣的民主 我們活在一個民主的價值之下 應該有一些共同的生活方式 比如說 我們應該不會 假設有一天我們的電信公司 要求 他的產品都裝上地霸 這大概是我們無法接受的吧 好 我應該有一些把握吧 對不對 比如說 在座的台灣 我發現應該 應該不可能接受吧 對不對 那 包括有些貿易行為 或者是 也必須建立在共同的價值基礎之上 否則的話 這個 這個 貿易大戰就是這樣子產生的 因為我 兩國這些共享的是不一樣的 這樣 對不起 是不一樣的價值體系吧 那 但是 還是有沒有答案的地方 我想說 民主 是有弱點的 民主 防衛 是 大概是我們現階段要去 努力的來 來建構的 否則的話 他可能 他可能 這個民主 他還是會死亡的 他還是會死亡的 所以 所以不管 不管現在 你認為台灣的民主是 潘逆期 還是 這個 裝免危機 好 我想接下來 時間 我們就好好 來 把台灣的 這個 原來福利的民主 我大概 建政了台灣民主的過程 回去自己的國家 建政自己國家的民主 我真的很想建政中國的民主 跟香港的民主 跟石加坡的民主 所以 這叫 行動斷言 但是 台灣 的確 就如同剛剛 三個 你們都看過了 如果你用台語的 什麼 對 對 對 那個 這個 中文要怎麼講 中文 中文 我有時候講台語 翻過來中文 這個 這個憂心的確是很多人在憂心的事情 那我們就好好來面對 好好來 解決 因為 這絕對是接下來 一年的時間裡面 我們要 要很 面對的一個很嚴峻的議題 那我們先借大家的掌聲 謝謝三位 好不好 那 民主我做 一點時間的 這個 工商服務一下 就是 當然 對不起 再借大家的掌聲 謝謝 折伍的團隊 好不好 那 今天 今天 我們每個禮拜 我都 折伍 在這邊 今天 跟大家一起有很多的討論 那我們也有一個叫做 卓磚 卓磚房簽的讀書會 那 五月份 主要是 讀健康的議題 那也讀了三本書 一個是保護的 一個是 我會帶領那個 那個 Tinton的 那本書叫做 財富大逃亡 請大家到我們的 粉專頁 粉專頁 對不起 去看一下我們的資訊 那也歡迎大家來報名 那 今天就謝謝大家的參與 以上 謝謝